瑞比兔和杰明龟是好朋友 他们和许多动物住在快乐山上 一天,杰明龟、瑞比兔和朋友们一起去野餐 正享受美食时,却觉得太阳越来越大,越来越热 瑞比兔,好热哦,这里大树不多又这么热 不然我们来比赛种橘子树好不好 杰明龟问,为什么要种橘子树啊 瑞比兔,种橘子树可以乘凉又有橘子吃 看谁的橘子收成的多就算赢,如何 瑞比兔为了快速地种橘子树,砍掉了所有大树 还用挖土机把山坡挖得光秃秃的 救命啊,你怎么乱砍树,这是我家耶